57岁男子宁国梁,于8月23日离开其位于新蒲港警服的住所,表示前往西贡黄流山远族,即后便告失。 事发至今超过20日,至今日12日消息只搜救人员发一具遗体,相信未宁国梁。 目前警方、消防及政府行服务队已到场,准备将遗体运落山,亦有家属。 现场守候消息,政府及民间搜救队连日来搜索,历经10号风球及世纪暴雨,失踪难一度致电家,称无法缺水,即无法站立,其后有人在黄竹山发。 怀疑属于失踪者的手套,消防处只派出潘山整专队,潘山拯救支援队,特勤支援队,搜救犬及无机道场进行搜索。 搜索范围包括黄牛山、水牛山、新坑、黄竹山、梅子林、毛平、启壁山、北港及行永一,覆盖超过12平方公里的山林地区。 然而经过多日搜索,消防人员今日12日下午一时许,于黄竹山及毛之间的密林寻获一名明显死亡的男子,据悉仪已腐烂。 经警方初步辨认后相信未上述失踪难,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更,浏览更精彩内容。